你不得好死 我妙家121个冤魂 会在地域的每一层当年 姑娘万万没想到等了八年的奶 竟在大婚之夜亲自为她喝下毒酒 还带兵杀死了全家一百多 鲜活的生命 这个悲惨的姑娘名叫吴双 她本是离国第一美 生得花蓉月貌倾国倾城 却偏偏对一位寒门书生沐风一见倾心 就算吴双的家人全都不看好她 吴双仍然毫无嫌弃之心 反而坚信沐风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 两人终于喜结良缘 夜晚沐风与吴双两人 身穿喜服共入洞房 你此生都不会做辜负我的事情对你 那是自然的 两人举杯一饮而尽 谁能想到本应代表着幸福美满的交杯酒 却充满了算计与仇恨 没一会吴双就失去知觉晕了过去 而沐风也终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带兵抄了岳父全家 你今夜更与我女儿败偿成亲 为何半夜就来抄我全家呀 小鱼 沐风闻严禁二话不说 狠狠给了岳父一巴掌 岳父这才在震惊中得知 沐风从一开始 就是带着沐帝故意接近妙家 获取无双的方形 为的就是这一日的道理 只因沐风是淮南谢家的后来 与妙家有的家族仇恨 这才有了今日这场阴谋 这边无双悠悠转醒 却发现自己身处在偏远的乡下 心中隐隐有不好的预养心 于是他打晕了送饭的避命 趁机逃了出来 半城平民回到了城内 而满城都在流传着 妙府被女婿一夜抄家的事情 无双闻言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他亮亮呛呛地来到五门前 果然看到了 自己的父亲与妙家众人都沦为了刑囚 而前一天还和自己情深意切的心上人 此时竟成为了杀人不眨眼的柜子手 无双健壮再也支撑不住 重重跌倒在地上 此时妙大人也看到了人群中的女儿 他用眼神示意无双不可轻举汪露 就这样无双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父亲 被沐风亲手斩首 从未有过的绝望顿时容上心头 而原本晴空万里的天空 却突然电闪为民 就连大雨也在批判着命运的不公 随着沐风的声声下令 妙家一百多口人都被处死在形台之上 无双健壮浑身的血液仿佛都在逆流 强烈的窒息感压迫着他 缓了好久 无双才脸色苍白挣扎着向高台爬去 可触摸到的只有冰冷的鲜血 人心难测 无双怎么都没想到自己会以狼入室 如今妙家只有自己一人独活 无双决定拼了这条命也要找沐风报仇 次日无双跌跌撞撞潜入道府中 看着沐风的背影 无双毫不犹豫地拿起笔手刺向他 想到妙家满门被屠杀殆尽 无双更是沙红了双眼 奈何他终究是一个柔弱的女子 被沐风毫不留情地推倒在地上 沐风虽然心中对无双情真意气 愿用假死留他一命 可当真无双威胁到自己时 沐风还是毫不犹豫地准备亲手杀了他 幸好无双的贴身丫鬟一命相救 并说出了无双大哥还活着的事 无双这才重新燃起了希望之火 急忙起身逃了出去 可沐风却不打算放过来 带兵一直追到了悬崖边 就在无双万念俱灰 想要跳下悬崖自尽时 沐风为了灭口径又很辛苦上了一劫 见他坠入万丈深渊 再也没有生还的可能 沐风这才放下心来 重伤的无双向扶平般漂浮在海面上 原来无双大难不死 落下悬崖掉进海中 这才被路过的商队救下 商队的主人凤青 见他身上重的竟是离国的关键 为了避免惹上麻烦 他便想将无双重新扔回江中 可无双却无意识地拉住了凤青的意见 侧引之心下 凤青魄力收留了他 可当无双醒来后 却情绪激动地控诉着凤青 谁叫你救我的 我生死死于你何干 你多管心事 不然我就可以与爹娘的缺下相聚 是你活生生的把我拉回这人间地狱 这条贱命 我自己都不稀罕 凤青见无双如此不知好歹 当即吩咐侍卫将他扔回江中 暮色下的江水寒冷刺骨 却反而激起了无双的求生意志 他决定忍辱负重活下来找到目光报仇 而凤青也同意无双继续留在商队 得知凤青竟是蓝国的王爷 无双急忙跪地祈求他帮助自己 知道了无双经历 一向精明的凤青竟开始心软起来 他在无双被布的伤疤上刺下了一笔文化 可怕的伤疤瞬间消失无踪 这也寓意着无双开启新的人生 而凤青的能力有限 他答应无双 会将他献给一个拥有至高无上权力的 深夜豪华的床舱内四竹绕于梁上 只见无双一身红衣惊艳出他 一双眼睛更是勾人 这瞬间让高座上一身滑腹的男子看待了神 不料这时船舱却遭到了非裔人的刺杀 场面顿时混乱不堪 一只飞镖突然朝着无双射 危难之际 男子急忙将无双护进怀中 黑衣人也终于妥善解 而此时惊魂未定的无双这才知道 救下自己的男子竟是蓝国的皇上 笑越狠就越要笑 笑到有人看不出你在笑什么 然后再慢慢地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姑娘为复仇化身绝美舞姬 竟被皇上一眼看上当场宗妃 慕风作为骊国的使臣来到蓝国做客 不料刚端起酒杯 竟看到他亲手射杀的妻子还活着 只见无双一袭红衣经验出场 红纱遮面露出勾魂的大影 可眼神中却充满了恨意 慕风吓得手中的酒杯掉落在地上 而让他更加意想不到的是 蓝国的皇帝竟然当众宣布 无双是他心境的妃子 慕风看着这一切心中度恨无比 他坚决不肯赞同蓝国皇上的言辞 只因无双在骊国乃是罪臣之女 暗里应该将他缉拿归案 但皇上却用他的仕途相逼 慕风无奈只能答应不再追究此事 就这样无双便跟随着皇上 费锦离香来到了蓝国 皇宫众人纷纷前来迎接 皇上更是当众赐予无双无上的恩徒 准许他跟自己同城而归 马车之中 皇上将自己的随身匕首送于无双 答应同经以后会好好顾他周围 无双抚摸着手中的匕首 心中满是感动 诸位脆绕的宫殿 正在举行盛大的宴会 可众位妃嫔对无双的导演 都十分的警惕 看着皇上对他无微不至的光环 各个心中都像打翻的促他 地旁的夏贵人更是阴阳怪气的讨厌 若是有身份不明的人 他是有损后宫亲的 皇上闻言怒不可问 当即赏了夏贵人二百的嘴巴 随后生气的拂袖而去 而皇上明目张胆的偏爱 更是激发了夏贵人的嫉妒 这天无双与侍女共同来到花园采摘鲜花 却刚好碰到了气势汹汹的夏贵人 自从他遭到了皇上的责罚 后宫的妃子都转移了风景 明里暗里开始贬低他 这让夏贵人有苦说不出 把这一切都归咎到无双的头上 看着无双倾薄倾城的容骂 夏贵人更是觉得胸口发动 连脸上的伤都开始隐隐作痛 果真是个妖女 大白天哪里能把人吓一跳 夏贵人说完便故意生事 不仅将无双刚采的鲜花采得稀碎 还吩咐侍女去找几个身强力壮的太监 无双出道皇宫无权无事 只能任由太监将他架在板凳上 一棍接连一棍打在无双的身上 他也只能拼命咬牙忍住 夏贵人见状这才觉得出了一口恶气 随即潇洒地离开 回到寝宫无双虚弱地趴在床上 侍女见状不禁红了眼眶 希望无双能够将此事告诉皇上 让皇上替他主持公道 可却被无双制止 不停地抚摸着枕头下的鼻声 侍女认为皇上必定对无双存有情 只要无双愿意争承 凭借着无双的样貌 一定会在后宫有自己的异习之地 侍女的话令无双思虑起来 现如今他留有一口气 只是为了能够获得权益 从而找到慕风盗仇雪恨 而做到这一切的前提 就是自己能好好活着 无双会想到什么办法 获得皇上的恩怨 他最终会成功盗仇雪恨 关注八两下集更精彩